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停盘了是吧 漫威卫画公司 他们欠了一屁股赞 到1996年的时候 正式宣布破产 幸亏有一家游戏公司接手了他们 当时公司为了维持生计 想了很多种办法来多种经营 例如开主题餐厅 卖周边产品 但是这些真的难以为继 你想想你再怎么生产什么样的主题 你吃的无非就是那些汉堡啊薯条啊 那周边产品 又有迪斯尼那么一个庞大的巨物吧在那里 这个横刀夺爱 漫威是在这个市场里 基本上是抢不到多少甜头的 漫威似乎只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拍电影 无奈之下呢 漫威把他手底下最有名的这个几个英雄呢 卖给了像什么21世纪福克斯啊 索尼啊 新线啊 分别是当时他们手里最有名的几个蜘蛛侠 X战警 还有一个是刀锋战士 90年代末 DC公司呢也拍了一部超级烂片 就是蝙蝠下语罗宾 当时有句话叫做 叫做DC凭实力搞臭了整个行业 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迄今为止 没有遇到一位能把这部电影看完的观众 包括我单位 我都不知道这个电影究竟讲了什么 我们都是行业里的人啊 以至于这个当时这个好像是黄纳的老板吧 他就是发誓 所以以后啊绝对不做漫画改变的电影了 但是呢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 就此起彼伏 漫威授权的几家电影公司啊 却一军突起 蜘蛛侠X战警迅速地占领了这个美国的电影市场 还有刀锋战士 刀锋战士其实讲的是一个吸血鬼的片子 就是一个黑人眼的吸血鬼 那个电影啊属于稍而不易 就是暴力片 但是在市场上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大家一定觉得这个漫威这回好了 这回找到了这个一个好东家 就跟他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过上好日子了是不是 其实不然 电影公司啊 确实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是漫威分道的片房呢 却非常非常少 咱们举个例子啊 刀锋战士卖了1.3亿美元 漫威呢 只达了2万5千美元 蜘蛛侠卖了25亿美元 索尼呢 只给了6千万 6千多万的这个版税 你至于说这个21世纪福克斯做的更过分 他再把S战警的这个 特番红利 几分一分钱都没有给漫威 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里啊 这个漫威又相继转让了 其他的几部漫画的这个版权 像神奇四侠呀 超胆侠呀 恶灵骑士啊 都被改编成了电影 但是票房是越来越越不好 越来越不好 而且是很明显的就是 看出来它这个 基本上是走向绝路 几乎所有大的制片商 电影制片商 并不觉得漫威改编的漫画市场 有多么好 它只不过是当时整个电影的行业里面 一个一个拼牌 一个花色 一个那个小众娱乐片 随着漫画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啊 漫威呢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你要么就改变自己 要么呢就等待着被市场淘汰掉 于是啊 漫威上一张老板就向美林证券啊 贷款了5.25亿美元 就是准备要拍摄自己的电影 成为像梦工厂那样 有自己独立的电影制作公司 而它呢 作为抵押的呢 就是把自己这几十年来经营下的 几乎全部的漫画版权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 美国队长啊 奇异博士啊 蚂蚁人啊 复仇者联盟系列吧 全部抵押潮 当时这件事情一出啊 让所有人都吓一跳 这哪里是在贷款 这分明是在赌博啊 在赌命啊 就是赌徒那种搜花的心态 孤注一掷 我这不成功就成人 这个不成功要么就死掉 当听说漫威要拍的第一部电影 是钢铁侠的时候 哇 这所有人就是又又静待了 当时有个华尔街的一个投资人 好像我记得什么名字 我忘了哈 他直接就说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一个 二流的这么一个角色 还是一个铁人电影 而当时呢 不仅仅是他 这个业界 好莱坞啊 都非常不很好这部电影 其实环球呢 环球影业啊 在1990年就 就已经买下了钢铁侠的电影版权 然后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放弃了 然后又转手给了福克斯 然后又转手给了 就二十一的福克斯 又转手给了 牛烂 新线嘛 环球这么几家电影公司 就像踢皮球一样的 把这个版权呢 踢来踢去 就当时他们选择 包括像什么 汤姆克鲁斯啊 里奥纳多啊 小李子 尼古拉斯凯奇啊 都曾经是 饰演那个 钢铁侠的人选 当时换了三十多位编剧 最终都觉得这部电影啊 是不够赚钱 于是呢 在好莱坞的大脑都纷纷放弃了 直到2007年开拍 他们甚至呢 没有钱啊 去请一个 像样一点的 好莱坞的一线演员 直到导演这个乔恩费如 找到罗伯特唐尼 乔恩费如就是这个 演钢铁侠的 那个助手的那位人 保镖那个 罗伯特唐尼 更被好莱坞看不好了 因为罗伯特唐尼 正因为是 他是一个 因为吸毒啊 丑闻而跌入了 人生低谷 正好是被好莱坞 被气掉的 放弃到这么一个气子 当时他个人的境遇 和漫威的境遇非常像 这部电影呢 就是在这个 所有媒体都集体唱衰 同行这个 绩效嘲讽的境遇下 拿出来的 其实当时的漫威 都已经做好了这个电影 是最后一部电影都准备了 准备这个宣告 退出这个行业的 但是命运 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物极必反 最低潮呢 也是最大的转机 其实生活中 往往事情都是这样子 这个成本不到 两亿美人的电影 一个三线的 5.1人主演的电影 在全球搜刮了 大约是5.8亿美元的票房 就翻了将近三倍 就更不用说之后的 整个的漫威宇宙系列了 那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大点眼镜 当我第一次看到钢铁侠的时候 我对这个形象 其实是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早在这之前 在99年 我看过一部动画电影 这个电影叫做《钢铁巨人》 那个同样是一个 这样类似相似的题材 它是一部 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 是一部 非常忧伤感人的作品 有一种对冷战的思维 和对核战争的反思 是一部非常少有的 这种优秀之作 还有一种对同样的怀念 对美好世界的憧憬 当时这个电影对我感触很深 所以当我对这个 漫威钢铁侠的海报 一出现在美国的 大街小巷的时候 其实我本能上 是产生一种拒绝 因为你看他那个眼睛 很恐怖 然后很严肃 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讨喜 而且他的表情 还就是那种冰冷的 总是非常恐怖的 我做过几个实验 我拿着钢铁侠的 戴上这个面具给小孩看 小孩蹬一会 他就会感觉很恐惧 不寒而栗 当然 我只是直观的感受 和我对原来传统电影的 观念的影响 作为一个漫画从业者 我还必须得去看一遍这个电影 要不然你看 你与你的粉丝 与你的同行 都没有什么可聊的 尤其是我以前 并没有接触过美国漫画 我刚进入美国市场 我一定要给大家 打通这种障碍 拉近关系 看了之后 其实我这个电影非常不喜欢 我还曾经预言 我说 怎么可能会有人 会喜欢这样一个动漫的角色呢 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就从罗伯特唐尼饰演的 钢铁侠这个角色说起 这个角色 非常像我非常不喜 中国人不喜欢的那种美国人 骄傲自大 玩世不恭 贪财好色 有着我们所有普通人 都应该有这个缺点 当然 你要说贪财 他也贪不上贪财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亿万富军火商 好色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的缺点 他就是喜欢不同类型的女孩子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 只有品位的差别 他要是说他喜欢女孩 我觉得这也说明 他是个正常人 因为你后来很多人 他已经不喜欢女孩了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就是 他这种自大 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是非常不喜欢的 我们一直把这种 谦虚当成这种美德 即便就是你在美国 你整天就这样的 唯我都尊 大家也不会很待见你 是不是 他那种自大里面 还有一种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种 我爸是李刚的感觉 因为没有用钱搞不定的事情 没有他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这家伙把他厉害的 基本上是傲视群雄 傲视天下 在电影院一出来 我就说 这样一个角色 可能是美国历史上 最不受欢迎的一个角色了 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当时跟我一起看的两位朋友 他们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英雄人物 在几个月以后的数据出来以后 确实是让我惊到了 我又在想 为什么呢 我还去找了一位钢铁侠的粉丝 我问他 我说 你跟我讲一讲 你为什么喜欢钢铁侠 你不去喜欢那种传统的那种英雄 像什么超人 蝙蝠侠 这样的人 这种人格上 你看他又完美 他又健康 又阳光 他的回答 深深地启发了我 他说 钢铁侠是唯一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段实现 能够成为的英雄 是我们用科学的手段 可以消灭对手的英雄 可是他的人格 就是很让人讨厌 是不是 他又那么自以为是 那么不尊重别人 他的回答也深深地让我深思 他说 你觉得完美的人格 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吗 超人那样的人存在吗 我说 你只要不断地去追求完美人格 你提高你的道德修养 你就能成为超人呢 这难道不是就是 所有剧本文章这么写吗 你才有 因为你有很高的道德水平 你才有很高的能力 是不是 他说不可能 道德不可能让你成为超级英雄 但是科技能 哇 我听他这么一说 我豁然开了 我恍然大悟 钢铁侠成功的背后 他是一群对 一群现代人对科学的崇拜 科技呢 并不在乎所有拥有他 道德高不高尚 可不可以达到 那对他来讲并不重要 就像在08年那一年开始 流行的那种苹果手机 那几年那个手机几乎 不断地更新换代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个科技对现实生活的这个威胁影响 科技 网络 正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 迅速地侵占我们的生存空间 让人类目瞪口大的速度 这个迅速发展 换句话说 谁掌握了科技 谁就似乎掌握了这个时代的王者 谁就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因为钢铁侠就是一位 这样靠开发科技产品 而达到自己成为一个超级人类的这么一个英雄 与其说 人们喜欢钢铁侠 你不如说是人类喜欢科技 所带来的这种对生活的改变 他们迷信于这种科技 在漫威之后 所发展的十几年的道路上 其实就是钢铁侠用科技的力量 让自己成为神一样的人物的故事 也就是原本 就是神的这种像雷神索尔 而又多了成了一个凡人的故事 我们再来说一说 钢铁侠电影里所隐藏的这些微妙的信号 我读过一些钢铁侠的故事 在最早期的漫画《钢铁侠》里 和今天的钢铁侠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故事线 最早的漫画里的钢铁侠 是在60年代出生的 他的主要对手其实是共产党 原著里 他是在越南对抗越共时而被绑架了 在电影里被改成了在中东被绑架了 漫画里他主要的对手 就是共产国家的女特工 黑寡夫 以及共产国家的科学怪人 像什么战斗机器人 飞轰机甲 铁甲人 包括曼大人 也是具有魔法的中国人 在电影里 这些都被抹去了 当然好莱坞的解释 他们是不想影响庞大的中国市场 他们对手 已经从共产主义世界变成了中东的民族主义者 其实那些中东人也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也只是他们的一个幌子 他们在所有的中东对手背后里都有一个美国人 一个科技老板 他们真正的反派 其实他们的对手是美国的军中启动 他要打击的 其实是美国那些大的托拉斯 大些财团 在电影里 说中东战争是美国的幌子 主要是资本家为了发展和销售自己的武器 大家听一听 这是不是和我们中国人说 美国打中东是为了石油 论调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谎言 说美国人为了石油 这个谎言太肤浅 不会被美国人所信服 但是他们很多美国人就相信 这个美国国家有个非常大的阴谋 资本家有一个大的计划 大家看看 这是不是跟现在民主党的这种 限制美国大企业的政策一样 其实电影文化 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的方式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观念 尤其是对一些对美国文化不太了解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美国作为文化的输出 他们认为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政治丑恶 资本家贪婪 有钱人有阴谋 贫穷人被他们欺凌 其实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在生活在美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在上一期节目讲过 我说所有流行的人物 都是时代的思潮的体现 对钢铁侠的推崇 跟今天人 尼信科技 尼信大科技公司是一样的 当然说到这里 很多人也许要问说 大雄你是不是反对 现在的科学和科技 其实科学作为宇宙中的一个造化 我无力去反对 我也不能反对 也反对不了 这种大的天下的变化 我只是说 我对这种 这条道路上 所保持的一种 科学道路 保持一种警惕性 因为即便在今天 我们也越来越看不清楚 是人在掌握科技 还是科技在掌握的人 对于大多数的云云众生来讲 他们好像是在享受着 科技所带来的这种便利 但是也越来越明显的 成为这些大科技公司的韭菜 对不对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说法 很多人都说 说伊隆马斯克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钢铁侠 因为他创造了那么多奇迹 很多人因为他挺穿 而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正义的科学家 其实正义与否 我看未必一定是在看你挺不挺穿 而是看你是否真的 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这种 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但科学不是以善良和道德 为标准的时候 在他的眼里 人类其实是非常弱小的 因为人类是一个非理性的生物 按照科学来讲 在巨大的科技浪潮来临的时候 其实人作为一个个体 都是弱者 在这个绝对冷静和理性的科技面前 他认为人类就是一种非常低级的生物 跟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科学的选择 在矛盾角度上来说 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我的一些 我的个人观点 那么08年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分岁令 那一年 以钢铁侠为代表的科技英雄 出现在舞台上 那一年也是奥巴马上台 这一年的大的科技公司 以一种铺天盖地的姿态 在人类社会里成为越来越依赖的工具 那一年 中国还有一个年轻的学生 去用肾去换手机 卖肾去换手机 那一年 文川大地震 那一年 北京奥运会 三路奶粉 中国人性开始变化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拐点 那一年 也是我移民到了美国的开始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